等了中场预备队比赛,天津泰达7比1大胜重庆思维,创造了本轮预备队联赛的最大分差,因为竞赛,巴西射手乔纳森,只能在预备队联赛保持状态,他也取得了进球没开二度,值得一提的是,乔纳森一度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射手。 如今外申预备队,让人感慨反差之大,今年5月的足球杯比赛中,天津泰达不敌北京国安,比赛最后阶段,乔纳森因为故意推人被罚出场,在无球状态下,乔纳森两次故意推到对手,最终被中国足协竞赛期场,至今,乔纳森还在竞赛期,他只能在预备队联赛保持状态,半轮预备队比赛, 天津泰达7比1大胜重庆四威,乔纳森打进一球,上赛季,乔纳森是K连赛金靴,因此,在世界射手排名方面,乔纳森一度来到世界前十的位置,去年7月,他就排名第十,仅次于苏亚雷斯、拉卡和特的知名前锋。 但来到中超之后,乔纳森表现不佳,要知道,泰达引进他,花费了600万美元的转会费,但巴西外连载中超的表现远不如K连赛。 一方面,这与乔纳森自身有关,另一方面,或许他本来就不适合中超,二次转会窗口期间,原本乔纳森被认为会离队,但最终,泰达还是留下了他。 毕竟,在效力水源三星期间,乔纳森被称为水源C罗。 此外,他刚到中超时,被当作招哈维的翻版,因此,泰达仍期待着他的解禁爆发。